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我过去几年当中我养的一些蝴蝶兰 还有部分所收集的Wedgewood浮雕花盆 这个我头几天刚刚把它们用浸盆的方式浇了水 花苞已经长出来了 这个是浅蓝色螺形状的花盆 这个是深蓝色 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粉色 这个高脚盆里面有两颗蝴蝶兰 也开满了花苞 看虽然我已经浇过水了 但是它有时候还是这个叶子比较干瘪 我就用这个纸巾系满了水给它贴在上面 这个也是一种让它吸取营养的方法 这颗蝴蝶兰是以前已经快要死掉了的一颗 但是被我给拯救回来了 这个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颗 这颗是我养的橡皮树 长得还是不错的 这个气象就很特别 然后胖胖的圆滚滚的 然后这两颗原则上来讲它不是花盆 它是花瓶 上面还有一个盖子是带孔的 就可以擦不同的花 这一款是野草莓 蝴蝶兰怎样浇水呢 我有时候是用浸盆或者用喷壶给它们去喷水 施肥呢 我就会在浸盆的时候呢 就给它放这种肥 就是这种肥料 一定要薄肥勤施 它们不能接受过于太有营养的肥料在里面 好 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下次再讨论